大家好 我是大树 日本排河废水事件在红社会大力的仇恨宣扬下 不但没把日本推上国际的风口浪尖处 相反却把自己推到了世界的焦点 把小粉红打造成为了国际的亮点 让百年打造的伟大的魔幻大陆 瞬间就现出魔鬼与小丑的原型 由于红社会经常调包篡改 盗用一些世界内容 现在咱海外人也学精了 先查找一下你说的东西可不可靠 对于这点说来也是奇怪 也是搞笑 不知道红社会是照强照傻了 还是照强给自己封住了 他总以为外面的人看不到他的全貌 不会去查找他造假的内容 所以肆无忌惮的创改内容搞大内宣 你就像在日本排污这个事件 最开始时央视就大力宣传 说日本用700亿公关费来处理核废水 去煽动小粉红的仇恨之 然而这个明明是日本外交下一年提出的财政预算 这个并不是已经被投入使用的基金 而且这700亿还有一大部分 是用于对付中俄这种洗脑虚假信息赞赏 但好家伙 人央视就一口咬定 说人家日本用700亿日元专门排放核废水 你这样篡改的话 你不仅仅是造谣 你也是改变了人家的性质了 对不对 最可气的是央视转载的内容 是他自己的马甲号 叫做欲冤谈天 而搞笑的是小粉红都以为欲冤谈天 是哪个微博大V知名博主 但其实就是央视他自己 所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卑鄙无耻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本土的统战 日本出发太嚣张 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民进党政府是他给日本的帮凶 民进党下台 日本排污和民进党有什么关系呢 你抗议日本 你还要拉个民进党做垫背的 那确实就是非常跳跃 那后来我就查找了一下 台湾小粉红出生民进党的原因 原因就是在日本排污的立场上 民进党说了这句话 他说没有看到任何风险 暂时不会跟进 就因为这句话民进党被出征了 就我觉得非常搞笑 就是台湾本土统战的小粉红 非常拉低台湾人的形象 这种东西就跟大陆小粉红 拉低我们真正的中国人是一样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在世界里 就应该严厉惩治这帮小粉红 要清除他们 太丢人了 我觉得你抗议可以啊 但你拿出真凭实据来 你让民进党跟进 跟进什么 你看啊 墙内的这个专家 民间高手都去日本考察了 结果发现 大陆的核污染 比人家日本还要高 所以你本土的台统 你们在抗议什么 台湾和日本中间是不是还夹杂个红社会 红社会的核污染这么高 咱就不说是核污染 其他的污染也高啊 对不对 怎么没有见到你们去抗议 你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抗议红社会 这个才是道德的标准 因为红社会离你更近嘛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大家去选柯文哲 因为这个就像是风险评估一样 你就算选了柯文哲 我们也是韭菜 就算咱们开启了福茂 我们也是韭菜 所有世界社会 其实都有人际关系 和背景这么一说 因为这个社会的结构 它就是打折道德文明的旗帜 为了利益而去发展的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 如果是的话 人间就是伊甸园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货币金钱这一说了 也就没有什么贫富差距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民进党啊 就算它做得不好 它在立场上 起码是不和红社会站对的 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 自己的社会不会被快速侵蚀 那虽然在某些角度上啊 我们依旧是韭菜 但不是万劫不复的韭菜 毕竟你要是在墙内的话 你不但要有钱 你还要有权 你还要有这个背景的人际关系 你还要在几个大难面前 你能活下来 所以说呢 基本上哪个党派 只要不是和红社会沾边的 民主的基石和社会的这个文明 它就有一定的保障 我说的都是相对来讲的话 是这么一个概念 再来一句呢 我的建议是 这个红社会啊 动用整个国家去搞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呢 真的要多多的帮助这个人 假如这个人本质上不坏啊 那么从正常的角度讲 这种搞法实际上叫做迫害 也叫做破坏 所以呢 认清红社会 对我们自己 对世界 都是有保障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看今天最最搞笑的 这个视频内容啊 我们来一睹奇葩国的风采 此时我们已经科普 唐朝孵化道 居然还口口声声 说我们小日子 这个大逼兜子快忍不住了 不是日本人的装造 讲一讲不清楚 找个专业的人呢 可以拍张照片 要不你再找一些专家过来 认一认好不好 要是您不知道 你就不要随便让问 插个腰站站站站啥意思啊 真的是搞笑是不是 小粉红连汉服和和服都搞不清楚 就出来伸张正义 太辱华了 再有啊 就是我不明白 你这么谦卑的红朝大国 经常展现红朝大国的风采和大度 那穿日本的和服怎么了 这点都不能包容吗 所以说人家不反感咱们中国人 他反感谁呢 我是中国人 我看着都丢人 而且说实在的啊 我要是日本人 我都不敢在中国呆 仇恨值这么高不说 红社会政府放任这种仇恨就算了 他还在这种仇恨上三风点火 最要命的是 他的法治社会是家法制度 帮派制度 专制制度 才要按金字塔的模式来研究 红社会的这种机制的话 那中国的老百姓就是金字塔的基石 永远被层层压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韭菜啊 相比海外的这些韭菜来讲 简直就是太难翻身了 所以如果你的起跑线不好的话 无论你怎么选赛道 你都是最后起跑的那个人 太难了 他本身是那种爱国青年嘛 整个科室都懵了 我的天啊 这个小粉红的灵魂啊 显然不是原有的了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 尝尽未尽之类的啊 就是打过这种全身的麻醉啊 那通常呢 就是说让你晕倒呢 就是三秒钟的事啊 醒来之后呢 就好像这个睡了两秒钟一样啊 但实际上呢 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啊 前所未有的舒服 而且是断片式的存在 连做梦都没有 当然呢 要有人醒来呢 就开始说胡话 但是像这个小粉红 灵魂深处能这样的爱国啊 就知道平时在网络里 他照过多少念 伤害过多少人了啊 太恐怖了 你知道吗 红社会的精神洗脑 能这么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叫醒一个中国小粉红有多难 他们有多么的顽固不化 因为洗得太深了 麻醉剂都失灵了 所以你们说可不可怕 我将无条件的配合老师 我将无条件的配合老师 其实他只是 那这个老师说是断掌取义 可是呢 他却说 未站在家长面前考虑 已经把视频删除了 丛林世界做的事呢 基本都是矛盾的 还有这个丛林语言 他整的自己跟受害者似的 你凭什么带家长宣誓 要无条件的配合老师 一个学校都有这么大的观影 做派 那教育出来的学生 必然就是顽固不化的小粉红 而且这些家长也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没有原则 没有骨气 没有思考能力 你们的暴脾气去哪了 还有就是送孩子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到底是为了培养祖国的花朵 还是为了竞争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还是就是走个社会的这个流程 让孩子进去使读书 花那么多钱 到底是培养一个优秀的灵魂 还是让孩子们成为 丛林世界里的战狼 这个真的要好好思考 不然花钱了 搞不好就培养出来了个白眼狼 其实呢 我做了父亲之后呢 我才明白啊 小孩呢 真的是一张白纸 在他整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是一个画画的过程 如果我们自己很乱的话 那你画出的这个孩子 他也是乱七八糟的存在 所以啊 当我们清醒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 这个孩子内心世界的变化 才能适当的为孩子啊 做加减法 那这样教育出的孩子啊 他一定是规规矩矩 简单 而且清晰的 他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 你看了都舒服 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很赏心悦目 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和糟糕的那种性格特点 所以呢 在我清醒的时候 我的孩子 他做错的时候 我是会纠正他 踏势的时候 我是要鼓励他 做好事的时候 我更多是奖励他 就像现在我跟我太太 我俩达成一致啊 就出去带孩子赚钱的时候 只要他跟我们出去啊 我们就会给他发工资啊 就是可能就是一两块而已啊 让他自己 从现在开始 就攒自己的小金库 让他学会花钱 懂得管理和支配自己的钱 这样不会像我们年轻时一样啊 有钱的时候大手大脚 没钱的时候 极度苦恼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 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